我是先生哈部主谭文涛 欢迎收看白话三国志第十二期 如果我在B站点开一些关于张飞的视频 那么相信你们一定经常看到类似于这样的弹幕或者评论 张飞灰作是女徒 张飞是大画家 张飞是文武双弦的大帅哥 好像他不再是那个抱头还眼 声弱俱雷 势如奔马的猛将 而是变成了一位能闻善武的儒将 那么历史上的张飞真的是一个儒将和三国演义里的形象 简然相反吗 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 首先我们来看同时代人对张飞的评价 大多数都和关于并列 陈寿 郭家 陈宇等人评价关张为万人敌 周瑜说关张是雄虎之将 从来没有提及过张飞善文 而且张飞曾经拜访刘巴 结果刘巴并不待见他 并且蔑视到大丈夫出世 当交四海英雄 如何与兵子共语乎 如果张飞真的文化素养深厚 刘巴怎么会这么看不起他呢 那么张飞善书画这一说又是从何而来呢 这一说要从原名时说起 原代名作家吴振曾作诗对张飞的书法大夸特夸 甚至认为就连魏国的中瑶在书法上的水准都拍马不及张飞 要知道中瑶可是书法名家就连书圣王羲之都曾潜心算研他的书法 而史上也将两人并列称之为中王 要是张飞的书法比中瑶都强 那的确是名传千古 而随后明代的卓尔昌也在《画随源泉》中记载 张飞不但喜欢画美人 书法上也擅长草书 这么多专业人士都承认张飞书画双绝 可这偏偏写了三国志的陈寿 在蜀书当中通篇只写了《诸葛瞻一人公书画》 如果张飞真的书画造诣不凡 陈寿难道还另兴区区两三笔墨 难不成这些明朝人比陈寿这个晋朝人还了解张飞 对于此类种种 蔡东周先生早就一一驳斥 只说张飞儒雅化其实是明代文人的功劳 不过可能还有一些观众认为张飞是个美男子 原因很简单 她的两个女儿都是皇后 能嫁给皇帝要貌肯定漂亮 根据遗传基因 张飞肯定是美男子 甲南风也是皇后 但是她丑而断黑 不过张飞这女成为皇后 原因倒也类似 甲冲在晋朝的地位和张飞在蜀汉的地位相似 太子娶功臣之女为后 是很正常的政治联姻 并不能说明张飞就一定是个美男子 除非是像狄青一样 史书记载狄青这子狄勇相貌俊美 以至于宋朝公主都方亲暗许 宋哲宗更是称赞狄勇为人样子 帅哥就要长成狄勇这份模样 我们由此可以推断 名将狄青大概要么不俗 戴同面具的原因和蓝灵王一样 而张飞就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对于那些乱改张飞形象的人 张飞本人只想说 磨去了这层华而不实的修士 在于史色的张飞 倒也并非是怒边都游 醉酒是徐州的黑莲蟒汉 而是一位智勇双全 不断成长的名将 出身卓俊的张飞 很早就和关羽一同追随刘备 史称喜怒不心于色的刘备 早年还没有如此臣服 他在担任安喜县位时 求见郡独游却遭到拒绝 一怒之下闯入其中 不但把独游绑起来 打了两百仗 而且潇洒的解下印信 挂在他脖子上 器官而走 经过楼盖中一番再创作 让张飞背了几百年的黑锅 此后刘备应桃千之妖救援徐州 并为了桃千 干脆顺手把徐州托付给了刘备 刘备升迁的速度 赛过作火箭 顺理成章的接管了徐州 但是占据淮南的袁术 早就对附数的徐州垂涎已久 因此果断派兵北上 攻打刘备 刘备也不能不接招 亲自带兵在淮印一带阻击袁术 曹操则是效仿扁庄子 坐山观虎斗 并且上表任刘备为镇东将军 从声势上支持刘备和袁术 欲棒相争 正面打不过刘备 袁术想起了歪主意 他派人请吕布偷袭下皮 事成奉上两米 在眼周斗不过曹操的吕布 欣然答应 吕布君距离下皮 还有四十里地 中狼将许丹 使人告知吕布 眼下张飞和曹豹斗成一团 正是分头进取取出的大好时机 吕布大喜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铁饼嘛 于是乎迅速出击 内有曹豹作乱 外有吕布趁火打劫 应付不来的张飞 只得败走 就连刘备的妻眼 都落到吕布手里 大概是这一次失败 让刘备印象深刻 虽然事后吕布 归还了刘备妻小 但是刘备对张飞不太放心 投奔曹操 合计吕布报仇后 刘备不甘心 九居人下 杀了车肘 重新夺回徐州 这一次 关羽都属下皮 而张飞 老老实实地跟着刘备 守卫小配 此后两个人很少封开过 张飞长期充当着刘备的背景板 一直等到208年 曹操南征 刘表病死 他派兵对刘备穷追不舍 追得刘备就连七小都顾不上了 此时张飞挺身而出 率领二十七段后 张飞聚水断桥 怒吼道 身世张义得也 可来共决死 没有骑兵在后 拖起烟尘 只有一员猛将 瞻目横矛 威风理理 吓得周围曹兵 无人敢上前 成功为刘备逃出生天 争取了时间 此后张飞跟随刘备破曹操 平定京南四郡 稳固了势力之后 刘备便根据诸葛亮的龙中队 进攻益州 不过遭受挫折 只好让关羽镇守荆州 命令诸葛亮 张飞等人 速留而上 独当一面的张飞 一路杀到江州 升勤了 八郡太守 炎炎 非但没有杀他 反而代为上兵 从这里便能看出 张飞的智慧出路端倪 不杀人自然能够得到 益州人心 所过战客或许和此也不无关系 最终率军和刘备 在成都完成了胜利会师 听说刘备取得属地 曹操坐不住了 亲自出兵 拿下汉中 并且以夏侯渊 张和等名将镇守 张和别有图谋 他自领一军出八席 打算把这里的百姓 迁到汉中 而他的对手 正是本家张飞 两人在蒙头等地 相聚五十日 张飞眼见不能获胜 记上心头 帅领万鱼精兵 在另一条道路和张和作战 张飞充分利用了地利 因为山道狭窄 曹军首尾不能相顾 结果大败 以至于张和不得不 弃马爬山 带着十几个亲戚 仓皇逃走 要知道 张和就连刘备和诸葛亮 都甚为忌惮 而张飞能够大破张和 文韬五略 可见一般 从丢失徐州 到独自击破张和 张飞的成长速度 肉眼可见 的确称得上是万人敌 然而张飞早就有 爱敬君子 而不去小人的毛病 抽了别人一段鞭子 还放在身边听用 刘备劝他 也不当回事 结果偏偏在 刘备伐吾的 重要当口 被张达 范强两人 割去了脑袋 三国研议中 孙坚及刘表 将其被大风刮断 遇事不详 孙坚果然死于乱剑之下 尚未开战 便折损了张飞之原大将 或许已经遇事了 刘备伐吾 终将失败的命运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塑着三连呀 如果不想三连 那就点个关注 这样不就能 天天白嫖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